梅乃滋在中南部 大家會加了白醋 就是白醋 它其實就是醋下去打的 所以白醋講得很傳神 怎麼做呢 他先打個蛋 這個蛋叫做乳化劑 能夠讓醋跟油融合得非常好 然後接下來呢 醋跟油慢慢一層一層疊上去 有點類似我們做千層蛋糕 就一層蛋糕一層奶油這樣 一層醋一層油慢慢加 醋比較多它就比較稀 油比較多它就比較濃稠 老師給的配方是1比10 每個師傅會有它的配方 大家掌握這個原則 做美乃滋就不會失敗 那為什麼我們要自己做美乃滋呢 這既然有油有蛋 當然是自己打的最新鮮 在日本很多師傅會現場打 要用多少打多少 我們今天介紹這個菜 就是讓大家有個概念 聽過以後就不會忘記 我們可以做美乃滋 我沒有在這裡